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14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王滬寧 3月8日上午參加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 在認真聽取委員發言後 王滬寧表示 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香港、澳門的發展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一國兩制及港澳工作 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新理念、新思想、新戰略 引領及推動香港、澳門保持長期穩定發展良好態勢 一國兩制事業越走越穩越走越好 王滬寧又說 要深入學習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 建定對國家及港澳發展的信心 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中發揮香港、澳門獨特作用 創造港澳更加美好的名田 他亦說要全面準確、堅定不宜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、高度自治的方針 支持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落實愛國者治港、愛國者治澳原則 同時要發揮港澳委員雙重積極作用 會最促進一國兩制、行運致遠的智慧及力量 全新思維ный機 全新思維台 全新思維